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萬寧 汪萬寧, 資深傳媒人 縱橫娛樂圈四十年 不少名人, 巨星, 幕後大師 都是他的好朋友 可惟相識滿天下 今集請來的嘉賓 有資深演員夏宇 回憶當年由廣州偷渡來港的經歷 接著火車軌走到深圳 然後到深圳也要爬山 爬山爬到粉嶺、上水 又會說說做地盤工人 拍戲扮死屍, 努力賺錢的日子 未考南國訓練班 你好像來做地盤工的 地盤, 五元人 夏宇, 原名黃成志 1946年出生 六十年代隻身由廣州來港 七十年代由戴銀幕轉投電視圈 四十多年來, 演活無數經典角色 而他的喜劇形象也深入民心 今天真開心 我可以和夏宇哥一起享受茶 是 我做星級會一身 沒試過有點心吃 是嗎? 都是因為你 是嗎? 因為他們吃鮑魚 你真的吃, 你不要客氣 好… 譬如說現在你好像就開始要自己拍電影 是… 其實都停了製作 我以前公司自己也拍過電影 最近就是… 因為同一間公司合作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對我情有獨鍾 他們總是說 你出來搞, 你出來搞 我就想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一說出來 差不多每個人都喜歡 就是你想想的故事 這個故事一聽就要拍這個故事 就是他投資你了? 他投資 然後這個故事拿回大陸一談 很多人爭著投資 這麼厲害? 就是… 有大陸市場就很穩陣 是 但是我的原意就是拍一部 純香港的電影 因為第一, 我幕後的老闆 是做星馬發行 他自己有演線 是 是 他就認為星馬… 就算美加那些華人 都是看香港電影長大 這部電影我是說老人院的 好像金錢堂那樣 又不同金錢堂 但是我用喜劇去說老人院的東西 所有的華人都會很懷念 他們會在裡面看到很多年沒見的老人家 我想我會盡量 我用我的方法去請殺所有的人 都會出一出 他們…就是一個集體回憶 你自己做導演嗎? 我不做導演, 我做監製 做監製 做演員 因為我試過一個電影 是我自己投資的電影 我是監製, 是導演 是演員, 是老闆 累得飛起, 是嗎? 累不緊, 沒有一樣做得好 其實兼顧不了 兼顧不了 因為你… 還有很多角色的矛盾 譬如說製片 最希望他要多拍一天 那個場面, 今天五百人 我多拍一天 真是細緻很多 做老闆 如果你多拍一天 我就不知道在哪裡找那筆錢出來 那你那次虧了還是賺? 沒有虧了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很流行 包…包拍嗎? 不是包拍, 我自己投資 是電視藝園 很多一大群電視藝園拍 那時候拍一段時間很流行 是… 我那時候是拍的, 也賺錢 那時候我拍了二十多萬 一個電視 現在一天也不行 當然不行 現在的電視全都說了幾千萬 是… 那時候二十多萬 也不用, 全部都有錢賺 夏宇從小已經喜歡戲劇 而他冒險偷渡來講的決定 也是因為希望要當上一位演員 我記得鵬哥有跟我說過 麻煩你… 他那時候偷渡來, 他是游泳的 是… 挺危險的 但你只是走路 我只是走路, 我爬山 你說跟著路軌 不是 跟著火車軌 跟著火車軌走到深圳 然後在深圳也要爬山 爬到粉嶺、上水 跟著去了沙田 跟著有蛇頭包出來 是 那時候就是一個叫做逃亡潮 其實那個年代 我想走了百萬人來香港 當時1962年 1962年大逃亡 我當作是旅行旅行 拿著他的背包 就來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 但是我其實都有個… 從小到大都設了一些資源給我自己 我從小到大都想做演員 什麼令你想做演員 因為那時候很奇怪 我有一個朋友 大過我很多 他很有辦法 他所有演出的票他都拿到的 什麼外國的團體、話題 他都拿到 他很喜歡帶我去的 所以我很小時候 我就覺得 可能這對我的分圖也很大 我覺得演戲真的很… 我很想演戲 然後學校的畫劇 我也是主角 我經常想做主角 例如在大陸 什麼北京演藝學院 上海戲劇學院 我也考不到 因為… 是考過, 考不到 考過, 考不到 因為那些要求很高 第一, 我也不夠條件 又說家庭成分不好 這樣就賴 來到我就希望… 總之我告訴自己 我很想做演員 來到香港就可以達成了我的理想 我知道, 但那時候 你考南國是怎樣考呢 登報紙就看著, 超考 譬如… 但不是每個人都考到的 都不是每個人考到的 你沒有受過訓練 我沒有受過訓練 我沒有受過訓練 但我學校是話劇組的 中樓底柱 所以你基本上演戲是有基礎的 也有基礎的 可能是這麼說的 都是考進去的 我相信那時候也挺難考的 是, 鄭佩佩那時候好像也是 鄭佩佩第一期比我更早 比你更早, 你是第二期 我第三期 第三期 七十年代 香港電視行業開始發展 夏宇就隨即有帶銀幕轉頭電視圈 他說這個 是當年一個明智的決定 我的一生可以代表了 香港電視的成長 就是你的經歷 就是電視的成長 就是電視的成長 對 但你基本上 本來就是趙視南國訓練班 南國訓練班 反而沒有在電影發展 因為是這樣 那時候訓練班 第一, 我不是英俊瀟灑高大威猛 我也是 那時候同班有哪幾個 同班有岳華、陳洪烈 就是剩下的, 剩下的兩個 現在剩下的… 本來三個都剩下兩個 就跟列達走 岳華從訓練班出來 他是上海人 國語好得不得了 他們一出來就做男主角 他是做大醉俠的 我做大醉俠的 一個裡面的流羅 你那時候也有拍攝嗎 我也有 其實我是廣東人 但後來我就想 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發展 那時候有很多影片 我說我可以做影片 什麼都可以做 也可以做一下特約 也可以跟著長記 也可以做一個副導演 但如果電影笑視就不行了 那時候 笑視輪到我的機會少 因為那時候 每個小生都高大威猛 對…他們每個都很高大 我覺得我的機會不是太大 那時候就是… 其實對人生充滿了希望 很自奧 覺得10年就奧斯卡是我拿 是吧 那我用什麼錢 我出來做影片 什麼沒有,你怕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簽邵視 那時候要簽八年的簽邵視 是,好像二百元一個月 二百元一個月 對… 你問了我就知道 那我就出了月語片 然後就有第一個 中文電視,麗的成立 是 我就已經開始在那裡做 就是說其實是第一代的電視人 真的,可以說一下 那一直到現在 從有線到無線到幾個無線都… 一直下來都還在做電視 所以說我是… 其實我是一個很典型的電視人 但是如果你一直這樣做電視 你就不能贏奧斯卡 對… 所以現在要拍電影 現在拍電影,對 但是這個奧斯卡是一個夢 是 年輕人都有一個夢想 我是不同的時間 我都設定一些目標 我入行的時候想拿奧斯卡 經過10年 我已經不想拿奧斯卡 因為知道沒有希望 我想希望拿亞洲影帝 是 再經過20年之後 我已經不想拿亞洲影帝 因為沒有希望 我想拿香港影帝 再經過30年之後 不想拿影帝 再拿時帝 拿獎也行 這個就是人生 就是有一個動力 給自己 但是這個是動力 譬如說我一入行 想拿奧斯卡 這個太遠大了 好高無遠 但是我從樂華做男主角 我做小劉羅 我就希望我可以做 可以有更多對白說 有合照,有對白 我會很用心地說完 每個人都說這個小子 口齒伶俐 下次會找他 這些是積累回來的 然後我會想做男主角 我在少時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但是我電視很快 我就做男主角了 因為沒有人做 因為錢太少 那時候小錢到什麼地步 我們做一個 我說什麼時候 一個叫做文謠歌劇 對,我記得 要唱的 要唱,要做 做男主角 是80元 一個月 不是,一集 一集80元 一集80元 是 我要兼顧 我做什麼呢 我做了寫劇本 那些劇本就是抄戲曲的 不是說了 有音配,有一個配音 七元一段 就是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 總之有錢的就做 80元 我那個笑話 這個講過不是笑話 我講過很多次 很多次給人聽 我那時候很快就做男主角 每一個星期 那時候沒有合約 每到星期五 大家就去荔枝出糧 那個叫鄭小姐 這個印象深刻 每一個人看到鄭小姐 就微開眼笑 因為那天大家看到… 有錢 那天你來了 大家都知道是那天出糧 是 看到鄭小姐 鄭小姐 你的單單還沒到 那就糟了 那80元就沒有了 那要下個星期 那星期就沒有飯吃了 那80元就只夠過一個星期嗎 夠了,還不夠 80元就夠了 那時候五毫、七毫,一元叉燒飯 對吧 那你沒錢就吃少一點 沒錢就去吃ABC 我們有一家叫常餐 就過來行錢 如果你有錢出糧 就吃全餐,兩個多 對吧 這個就是這樣生活 沒事就在下面吃一碗上海湯麵 這麼大碗 是 神奇湯麵,這樣又飽了 其實就是這樣出來的 下一節 這位時帝會帶談電視選舉制度 為什麼說到一套戲呢 你這件事是向全世界看的 那些網民吵得要炸電視台